上集我们讲到 连城听说父亲要将自己许配给当地的恶霸王化成事 从此一并不起昏死了过去 使家人急得上蹲下跳 即便请了最好的名义也无济于事 这是一个大和尚来到石府 称自己有办法救活连城 我说杀师弟 你确定没有走错片场吗 大师告诉石老爷 要救小姐须得一味药严 那就是成年男子的酒前阴肉 也就是男人的胸肌 石老爷听完感到不可思议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除了冒冒 试问天下有哪个男人愿意割肉救人 大师还说 倘若过了明日午时 连城小姐就再也就不回来了 石二爷赶紧说道 大哥 连城既配给王化成 那夫妻连礼就侄女非王公子莫属啊 说的是 我马上写帖子 你亲自跑一趟 说吧 他便带着帖子来到了王化成的家里 谁知这个王八蛋得知连城已经命在旦夕 还想要自己割肉救她时 王化成当场翻脸 你回去告诉那个老糊涂 啊 他要是相信西月头头的话 就叫他自己割自己的肉吧 啊 什么 你 石老爷得知以后 气得大骂王化成见死不救 这种垃圾根本不配做